你有曾經做過或玩過阿比類的跑酷遊戲嗎? 在這裡需要玩家跑酷的遊戲中 最常出現的關卡就是這種踩到就會死亡的方塊了 如果你還是一個新手的scribter 這種死亡方塊的腳本我相信 你都是在每一個死亡方塊中 都放了一個scribter來達成這個功能 不過這樣子的使用方式呢 對於伺服器端來說的負擔是非常大的 尤其是一個阿比類的遊戲 通常會有幾百幾千個 這種同樣功能的死亡方塊 今天這部影片我將會介紹你 Colation Service的使用方式 學會之後你就只需要一個腳本 就可以將這些由同樣功能同樣行為的阿比絕 設置同一個腳本功能 不僅能讓你維護程式更方便 還能大幅優化你的伺服器效能喔 哈囉大家好我是克拉克 想要做Robus遊戲去苦於英文能力 和無法理解程式語言嗎? 在這個頻道裡我將每個禮拜上傳 一到兩支Robus Studio的中文教學影片 不管是程式理論 遊戲與功能施作 在這裡你都能得到解答 現在立刻幫這部影片按讚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你就再也不會錯過影片的更新喔 快點分享這個頻道 給你同樣熱愛Robus的朋友知道吧 那麼什麼是 Colation Service呢 Colation Service 基本上就是圍繞在 標籤Tags上面 如果你有在使用FB IG或YT 基本上或多或少都有看過或使用過標籤 大家會在一篇貼文中 Tag一個或多個詞 來表示這篇貼文呢 和這個詞有關聯 貼標籤也就是這麼回事啦 例如我們的萊納 他如果要被貼標籤的話 他也許就會有巨人 艾爾迪亞人和 名譽瑪雷人 我們的艾聯呢 也同樣會有巨人和 艾爾迪亞人 但艾聯不是名譽瑪雷人喔 好啦 我們不要聊那麼多巨人的話題 我們重新回到Robus上來 在Robus Studio中 你也可以為任何的 Object貼上一個 或多個標籤 而跟標籤相關的事情呢 就是由 Colation Service 來進行的 那麼為什麼我們要使用 Colation Service 來為Object貼標籤呢 其實貼標籤這個動作 絕對不是必須的 但我們在做Robus遊戲的時候 有了這個貼標籤 就可以做了一些 非常方便的功能 例如我們影片開頭提到的 一個阿比類的遊戲裡面 會有非常非常多 這種玩家碰到 就會死亡的方塊 但新的script們 經常會犯的一個錯誤 就是 直接在這些死亡方塊裡面 都放一個script 設置玩家碰到 就會死亡的程式 這個操作呢 就違反了我們在 這些影片中 提到的 不要一直重複 已經做過的事情的原則 這些script都是 完全同樣的程式 而你的遊戲中呢 可能有幾百幾千個 這樣子的腳本 所以當你要對 裡面的程式 進行更新 那你要更新的量 也就是 幾百幾千個 而且大量的script 對伺服器的效能 也是一種負擔 這個時候 我們就可以使用 Colation Service 來對這些 可能長得不一樣 但擁有相同行為 相同腳本規則的 Object 貼上一個標籤 在腳本中 告訴Rubus 在我們的遊戲裡面 只要擁有 這個標籤的 Object呢 都有一個 共同的規則 只要玩家碰到了 就會死亡 不過 Colation Service 也不是只能使用在 這種大量的 Object 共同擁有 同一份 規則的情況下 例如 你的遊戲中有 販售 VIP的 Game Pass 那你就可以 設定 當玩家 加入的 遊戲 我們的腳本呢 就去檢查 這個玩家 有沒有購買 VIP 有的話 我們就為玩家的 Humanoid 貼上一個 VIP的標籤 擁有VIP標籤的玩家呢 可以走進一個 VIP專屬的房間地圖 或是走路的時候 有一個行走特效等等 在開始經濟的實際範例之前 如果你還沒有幫這部影片 按讚的話 希望你現在 馬上幫助 別人按個讚 這能很大的 幫助這個頻道的成長 那麼 我們前面 一直提到的 貼標籤 在Roblo Studio中 到底要怎麼貼呢 這裡就讓我們先看到 Colation Service的 API頁面 Colation Service 有一系列 處理標籤的 函式 Add Tag 就是為一個 Object 貼上標籤 Gate Tag的 它會回傳整個遊戲中 擁有你 指定標籤的 Object的一個 Table 這個我們待會呢 會在示範中使用到 Gate Tag 就是檢查一個 Object身上有哪一些標籤 所以它是會回傳 一個包含的所有標籤的Table的 Hashtag 它會檢查你指定的這個Object 有沒有你指定的這個標籤存在 Remove Tag 就很簡單啦 它會移除標籤 不過除了使用這些函式以外 我們也可以使用 Tag Editor這個插件 來為每個Object 新增或刪除標籤 現在我們打開 Tag Editor的 下載頁面 我會將下載網址呢 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和字頂留言中 接著我們就 點擊安裝 之後你就一直按 確認就好了 如果你有打開 Robla Studio的話 那你可能要重開 才能正確的 安裝這個插件 我們在安裝好之後 打開Robla Studio 看到上面橫排的 Plugins的選項 我們點Tag Window 這個選項 它應該會在你 Robla Studio的 某一個地方 出現一個 Tag Editor的 小視窗 這個呢 就是我們用來管理所有 Tag 標籤的 主要畫面 首先呢 我們來 創建一個 帕 將它調成紅色 接著我們看到右下角的 Tag Editor的小視窗 我們來為這個part呢 新增一個標籤 我們點擊 Add New Tag 我這裡呢 要輸入一個詞 擋住我們的標籤 我這裡輸入 Deadly 致命的 輸入完之後 按下 Enter 接著我們要點擊 這個紅色的part 這裡的Deadly標籤呢 會產生一個 讓你打勾的框框 我們點擊它 打勾 這樣我們的這個紅色的part呢 現在就有一個 Deadly的標籤了 這個插件最好的地方就在 你還可以點擊 任何一個標籤 按Change Icon 來幫這個標籤呢 換一個圖案 或者是我們也可以點擊 Change Group 來新增一些資料夾 來更好的管理 分類這些所有的標籤 Tag的Instance 會看到所有 擁有這個標籤的 Object 再來呢 我想要新增多一點這個紅色的part 最後最後 我們再來新增一個綠色的part 這個綠色的part呢 我們就不給它貼標籤了 跟旁邊的紅色的part 做出一個區別 再來我們到 Server script service 新增一個script 因為我們要使用 Collation service 當然要先 Gate service 來取得Collation service 我們接著呢 來定義一個 DeadlyPars 的變數 我們使用Collation service 底下的 GateTag的 這個函式 來取得 所有遊戲中 擁有 Deadly 這個標籤的 Object 再來我們寫一個 4圈來騙力 這個DeadlyPars的 變數 因為這個DeadlyPars 已經被我們使用 Collation service 底下的 GateTag的 取得了我們遊戲中 所有 擁有Deadly 這個標籤的 Object 所以呢它會是一個 Table 那這個Table呢 會是一個 數字所養的 Array 而我們用不到 數字的Key 所以呢第一個變數 我會 並名為 下底線 第二個變數呢 就是每一個 擁有Deadly標籤的 Pars 如 In iPairs 因為它是一個 Array 再來呢 我們就是為 每一個 騙力出來的 Pars呢 去設定一個 玩家碰到 也就是 Touch的 就會死亡的 腳本規則 我們按下 Play進度測試 那這些 紅色的Pars呢 因為都有Deadly標籤的關係 我們的玩家呢 只要踩到上面 他的血量就會歸零 也就是 直接死亡 而我們的綠色Pars呢 因為沒有Deadly標籤的關係 踩上去呢 是一點問題也沒有的 接著 我們結束測試 我們把這個綠色的Pars呢 也貼上 Deadly的標籤 再次按下 Play進入測試 現在呢 我操縱我的角色 去踩這個綠色的Pars OK 我的角色 也死亡了 這樣子的功能呢 非常適合 讓你用來製作 阿比類型的地圖 除了你不用複製 一大堆的腳本以外 你未來在更新地圖的時候 你只需要在每個 碰到 就會死亡的 object上面 貼上一個 Deadly的標籤 這個 object呢 就會擁有 我們的 腳本規則了 如果 你是一個 專業的scribter 那你肯定 要把這個功能 學會 這樣你們團隊中 負責製作地圖的人 只需要知道把該貼的標籤貼上去 不需要懂 任何的程式 這樣呢 就是 最方便的了 不過 我們有時候也會遇到 這樣子的情況 因為不是每個遊戲的 object 都是 預先設計好 馬上 就可以貼上標籤的 例如 克拉克我正在開發的遊戲 玩家呢 可以使用丟地雷的技能 來生成一個 玩家踩到 就會受到 負面效果的 object 但是 他們在被生成 出來之前 都是不存在的 所以我沒有辦法呢 預先幫他們貼上 地雷的標籤 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使用這兩個 函式 來解決 這樣子的問題 在 Clushion Service 裡面有兩個 用法非常神奇的函式 Gate Instance Edit Signal 和 Gate Instance Remove Signal 他們呢 是函式 但用法呢 卻又很像 Event 所以我們在使用這兩個函式的時候 要先使用 冒號 來使用 這個函式 然後在左右刮圍裡面呢 輸入你要偵測的標籤名稱 之後呢 我們要再一次使用 冒號 就跟平常使用 Event 很像 我們要輸入 Connect 然後連接一個 Function 那我們呢 會在Function裡面 偵測到 是哪一個 object 被 Aid Tag 或者是 Remove Tag 給增加 或者是 移除了 你指定的 這個標籤 這兩個函式呢 可以算是 Roblox中很少出現的寫法 還請各位 如果有使用到 這兩個函式的話 要記得 他們的使用方式喔 好啦 講了那麼多 現在我們知道 Collation Service 是一個非常方便的功能 不過Collation Service呢 還是一個 非常好用來實踐 物件導向的功能 格拉克 我一開始在學 物件導向的時候 就是看到了 Collation Service的 API頁面 下面的示範呢 才慢慢搞懂 物件導向的一些規則 不過關於物件導向 這又會是 另外一部影片的長度 所以我就不在 這部影片中 提到了 如果各位呢 對物件導向 感興趣的話 也可以讀一下 可力圈Service的 API頁面 或者 事先幫這部影片按讚 並且訂閱 這個頻道 開啟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 克拉克之後製作的 物件導向的 教學影片喔 那麼今天這部影片 就到這裡 這裡是克拉克 我們下部影片 見啦 掰掰 掰掰 by bwd6